字幕志愿者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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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玩具TV 第三季 想了很久,不是第五季 第五季,第三集 今晚Live 開始 今晚可以和大家guarante 今晚介紹比較特別一點 連我們嘉賓都比較特別一點 今晚不單是一位嘉賓 這位附近陳詩哲先生 還有另外一位神秘嘉賓家才公佈 我們先說回我們這裡 拍著這個海報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先做好宣傳 這個小朋友是我的兒子 我記得他幫玩具TW彈琴歌 沒錯 所以我們才可以讓你上來 不然我們不讓你上來 我們接下來搞了一個show 叫做MAD Show 2月5號 在浸會大學的AC Hall 人間七點半 就有一個show 就是純音樂會 是有一個很多原創的音樂 還有一些演奏 還有歌手 還有神秘嘉賓男女歌聲 不公佈 不公佈 但是大家認識的 認識的 不是很熟悉的 認識的 有名的 實力派 帥仔帥女 帥仔帥女 實力派 好 這個就希望 我們也有share出來 希望大家多支持 這個是福音的音樂 但是是非常流行的手法 全部都是由我的創作 對 很少擔心 那個福音 怕好像不夠新潮 不是 你也很煙 看我剛才的chance 指著你就知道 對 好了 因為我們講完 詳情可以上Cedric的Facebook 或者上Twice TV的Facebook 都可以看到的 這個就是創作的碟 這個是你的福音碟 一個創作的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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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的碟 創作的碟 你當流行曲可以聽的 是 現在有一群的創作的 創作的歌 C歌 都是比較流行的 原素 比較重 看你也知道 你不會太傳統的 應該 會不會打鼓 或彈了 你說得對 打鼓 彈了結他 還有bass 還有the orchestra 就是好像五月天 是 其實Cedric玩的 是比較 不是很弱的 我想是 大型 大陸的 對 有點classic的背景 因為本來你是一個 鋼琴演奏家 叫做一點點 其實真的 因為你的級數 到了那個級 你也可以哭到的 我也可以哭到 我碰到他五歲 我重新練習歌 練到你的年紀 好似你的兒子 幾歲開始練 我的兒子是兩歲 現在他五歲 有沒有 現在四歲 四歲 但已經可以忍耐了 掩眼化 整個好像還可以 但也很厲害 其實是否自己想 兒子在這方面 都沒有 隨便去玩玩 小朋友 即是不逼的 不逼的 除了放音碟之外 其實之前 如果說之前 可能認識你的朋友 會知道你 不太認識你的觀眾 其實之前你也有從事過流行歌曲的製作 流行歌曲有 有的 例子是哪些 譬如最有人知道的就是 吳浩康 是 《先日為主》 是 是 還有這期有些留意 吳浩康 你看到整天旁邊有個彈琴友 就是你的 是 我們粗俗都叫彈琴友 其實不是一個鋼琴演奏家 琴佬 琴佬是琴佬型的 琴佬是琴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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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佬是 琴佬是 嗯 有什麼事情都出來查查一下大家 嗯 就好像你又查我又查我 對 如果不是那些事情找不到更加幫忙 有時候你知道我們沒有錢 但我和你認識了兩年左右 一個玩具雲的訪問 但是那陣玩具雲的訪問之前怎麼認識你 就真的想為什麼出來 還在中間人 中間人 有一個很好的年輕人叫Crafton Church的中間人 Church的中間人 所以我們互相支持的背後可能是 一種愛 沒錯,一種神秘的力量 一種神秘的愛 一個神的力量 一個神的力量 令我們可以比較放開懷抱一點 不要這麼介懷 即是不要這麼計算 對 有沒有歌籌 上來有沒有什麼 沒有的全部都 講完這些 關於玩具的 我們知道其實獅子也有這些玩具 related的東西 不如你有沒有拿上來 有 玩具就沒有 不過這個就是我的私人珍藏 即是大人的 不是Enter Bay 不是Enter Bay 抱歉 不過又和這個 東西有關 那是什麼呢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 下面應該沒有人報 什麼報的 沒有人報 然後搶劫 不會 沒有人知道是哪裏 沒有人知道是哪裏 都幾值錢 下一收藏品 嘩 什麼來的呢 這些究竟 這些叫做 籃球卡 trading card 是 是不是逐張閃出來 逐張閃出來 逐張介紹一下 這些呢 為何會這樣 成磚頭 像鑽石一樣 OK 我再介紹了 OK 第一張呢 就是這個 NBA當紅的炸子雞 勒邦 James的親不簽名的卡 厲害嗎 好像那個波皮一樣 很漂亮的 它真的是波皮 這個我也不肯定 好像呀 它都簽了嗎 我也不知道 這個 數量有多少 這個沒有數量 我也不知道 沒有數量的 然後呢 這個是拍完沒有 然後有厲害的 沒有貴的 嘩這張厲害 最貴 這張我想都過千美金的 這張 就是這個 英文人不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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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Jackson 的朋友 Michael Jordan 那就是 他的簽筆簽名的卡 那 還有你看到那個 號碼呢 就是 25 和06 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25張裡面 排第六張 那通常呢 這些卡 它最值錢就是 如果你抽到 第23張 跟Michael Jordan 同一個號碼 就會升值 再多 不知道多少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再介紹一下 這個 嘩這個厲害了 Patrick 依明的名色 90年代的 超級明星 那這個呢 就是他 穿過那件衣服的 應該有汗 在那裡 剪了下來的 一個 波衣 那他們 NBA那些卡 這些 很專業的 叫Patch 特別值錢的 因為呢 有顏色的 那它這裡有 總共有75張 嗯 那75張的 構圖都不同的 漂亮的那個 可能會值錢 即是真的在他的波衣剪出來 還是說穿過 還是說其實沒有穿過 那它後面有寫的 它後面有寫 就是 恭喜 這件東西 真的 Patrick Ewing 穿過 然後呢 就給你的 嘩 他講我的信 他可能騙你的 都不知道 不過 又未必騙的 不過可能洗乾淨的 應該是 是不是啊 如果他有汗 我就會發霧 那我記得呢 這個 這個產品 留在前面說 你有個膠袋裝著 就是他這個 這個collection 在當年 因為我們小時候玩 這些籃球卡 就是一包一包買的 他這個 叫做exclusive collection 在03年那時候 他就是出一個品牌 就是 很貴一盒 一盒 五、六千元一盒 只有那幾張卡 但是 一買出來 全部都是很值錢的 即將一張都是好東西來的 那 它叫做 將這些卡的價值 推到另一個層次 是 那麼 Ewing還宣佈了不再簽名 這張卡又升了 我就不知道多少 大家可以上ebay 可以找到這些價值 是 嘉賓說話要大聲一點 哦 OK 要大聲一點 其實 其實獅子會唱歌的 是 用雲丹田 要唱歌 我就喜歡玩一下 是 又唱到 我喜歡唱和音 所以我就不唱主音 就不需要太清楚 哈哈 和音 反而你蒙茶茶 反而呢 不會搶到主音 這樣也是的 是 OK 那 跟著我還有兩張好東西的 接著就是這個 OK 這個 大家看到有三個人的簽名 很厲害 那他有一個叫做 Magic Johnson 是 大家都知道 那第二個就是 勒邦 James 接著第三個就是 發明這個 藝術入津的 一個靈魂人物 就叫做 Dr.J Julis Irving 那這張卡 全球有八張 只是排第五張的 嗯 那我都不知道值多少錢 八張真的很值錢 還要是三個不同年代的 Generation的籃球名宿 這些 那時候有一本書叫做 Back Cat 就是介紹 那些卡是多少錢的 但是自從有ebay之後呢 那本書都廢了 因為ebay是反映真實的市場情況 整交價 學法局很專業 說這些 對 越專業 越好的 越好的 很開心我從來沒有機會分享這些 因為 沒有什麼朋友玩這些玩意 對 開機那個都很專業的 他分享這些很專業的事情 都很多人看 對我剛才見到他看一下 印刷 那些角落頭 對 當然 還有這些卡很有趣的 他在美國呢 你可以寄這張卡去Grading 嗯 評分究竟是值多少分的 他會根據他的簽名 是否漂亮 他那張卡是否值得 如果有一個角落頭沒有Pay 就去拿分的 如果Grading 是高分 你又會升值的 嗯 就好像那些拍賣行的鑑定所 對 類似的 那就這張了 總之比比特幣更實在 不過呢 這一張卡有一個弊病 很可惜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品牌叫Upperdeck 嗯 這些很細緻的 自己都可以告訴你 自從呢 有一個品牌叫做Panini 集圖冊的品牌 嗯 他呢有一次突襲NBA 拿了NBA的版權 就搞到呢 Upperdeck 沒了NBA的版權 以後之後呢 Upperdeck 只能夠出 那些明星的大學LOGO 你會見到 OK 你會見到大學的LOGO 並非他現在 並非他們在打球的LOGO 那所以呢 他自此之後 Upperdeck 的價值 就跌了 就他只可以出大學 現在都是這樣 現在都是這樣 即是你出Jordan 你只要用北卡羅納大學 就不可以用公牛隊 哦 那我介紹我最後一張卡 你最喜歡是不是 算不算 我想都是很厲害的 哇 兩個真的 兩個籃球之神 球神 兩個都是 球神 對 球神 一個就是 Michael Jordan 再加上 Kobe Byron 對 的 我們叫做兩個的 對 就是兩個 對 對 這些就是 也是無價的 很難的 你其實數了這堆卡多久 現在沒有玩 因為 始終都是很大的破費 對 我想十年前都經常玩 十年前沒有什麼家庭 對 未建立家庭 未建立家庭 未建立家庭的時候 即是 都不是 當是 即是覺得他會升值 有時候都會償一點 事實上有些真的會升值 對 其實現在如果真的兒子要去我讀書 都可能要變賣了他 都可能是 日本最近也有個人是這樣 他變賣了自己手上很多很珍藏的 很喜歡玩具 好像是卡 都是卡 好像龍珠卡 那就供兒子讀書 是新聞來的 是新聞來的 那可能 變成MBA卡 然後供兒子去玩 沒辦法就去到哈佛 可以看看後面嗎 OK 後面 他就說 恭喜你了 你收到一張卡 就是 Michael Jordan 和 Kobe 不仁親不簽名的 這個就是一個歷史 A piece of history 嗯 那經常都很開心 那時候 睡著睡著睡著睡不著 或者通常都不是 通常是搬屋才看你 然後 有很多歷史 在我家裡 是 那我有時經常在想 如果呢 如果呢 我抓走路呢 可能我都會 第一件事就是拿卡 這幾個東西拿走 好像拿的 就是燒了 燒了琴譜就算了 是是 這些真是 琴譜可以買過 但是這些真是 是吧 找不回來 也是的 有個走路袋 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還有我經常在說笑 不知道那些賊入到屋 會不會會拿這些 會拿幣的 其實未必會的 不會的 其實未必會的 如果不認識就去酒保 真的 你見到這個人家裡這麼多紙鎮 對 對 小心點 我現在經過這個節目 這麼多人看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要 不要讓人知道你住在哪裡 或者買一個隔晚 要的 要的 其實你今天就拿了幾張上來 對 但你家裡其實有幾張 很多 這些要這樣裝 是很貴的 有些應該是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這些複複袋 不過如果真的會玩的人 就知道還有些更貴 就是玩一下 都很開心 有些很明的名人 才不是很過癮的 香港玩籃球卡的人 多不多 我想應該有一個圈子 應該是以我所知 地點就 好像集中在聯合廣場 是 其實不少 我上個星期經過 又慢一點 忽然間一晚七點幾八點 我看到很多師兄在這裡做文 就是很多男士 每個人都拿著一些卡 原來是龍珠閃卡 那天不知道是不是有新卡 龍珠還龍珠 在問籃球卡 就是這麼說 很多人存卡 硬地拉來 是的 因為時間差不多 很多次試著來 我們現在的訪問 沒有以前玩過人這麼詳細 但是正在是好看 今天 上個星期 找了一些電影界的導演 有501部隊 今天是禮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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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可能二月份 有舞台劇界 或者演藝界的嘉賓會上來 而他是玩玩玩具的 你猜猜 會不會是 Ku先生呢? 大家都想這樣說 是不是Ku先生呢? 我告訴你 不是 有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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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OK 好 多謝獅子 希望我們遲些 順道他 幫他 幫他TV 你不是說送這張電影 沒錯 這個 送給讀者 不是讀者 觀眾 讀者 觀眾 這個 現場送 哪個最快打PM上來 請問一個問題 問問題 剛剛那張 最後介紹的卡 哪兩個籃球名宿 絕代的球星 你打了名字 誰最快就贏了 是PM還是留言 不用PM 鬥快了一個 鬥快留言 我給你再說一次 對著鏡頭說 剛才獅子 最後介紹的卡 是哪兩個籃球名宿都簽了名字 是的 就可以得到這張 有一個曲的 MAT633專輯 一樣夾值錢 MAT633 一樣夾值錢 這張東西 出來了 已經有人回答了 是一個音樂人的心血 這個大製作 這個大製作 很有趣 如何大製作 幾百萬的預算 不是 整對Orgustra的有 有真的string 用真古錄的 不是MIDI的音樂 哦 懂得聽他們之例 真管弦樂 發燒碟 不發燒的 不發燒 你可以發燒 可以發燒 好 還有一張海報 鳳文改 簽了名字 這個 找這個小朋友簽 好 已經回答了 誰師兄先公布 誰師兄先公布 確認誰師兄贏了 阿周哥哥 誰哥哥贏了 誰觀眾朋友 誰贏了 我們要作實花一次 不要 先說全名 如果要說全名 就是Ryan Ryan Ryan 呃 索口贖面 好 恭喜你 萬丈 記住到時 2月5日 在浸會大學大專會堂 7點半 這個就是MEDshow 2 是 但是我們送的 是 這個show 我送 這個show再介紹一下 OK Thank you Ryan 好 謝謝 這家司機還沒離開 會跟我們再拍一拍玩具 好 拜拜 再見 再見 再見